子宮在年輕的婦女來說 是孕育嬰兒的地方 不過年紀大了 可能有子宮下垂 究竟什麼是子宮下垂 有什麼病徵 如何預防 如何治療 非常高興請到 備料腐科專科醫生 黃濤和我去教授一下 黃醫生你好 你好 蠻醫生 其實什麼是子宮下垂 子宮其實是一個盆腔裡面的器官 他就拿來給嬰兒生長的地方 如果子宮下垂 就是他向下陰道的地方跌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 通常都是因為生嬰兒的過程 損壞了隔盆底肌 還有年紀大了退化了 就會有這些下垂的情況發生 為什麼會影響出街 他如果輕微那些 其實他只是覺得 譬如他走完一天之後 他就會覺得好像乒乓球一樣漲出來 但嚴重的他走完之後 可以整個子宮下垂出來 就會在兩個大腿中間這樣夾住 他走下去就會磨擦 會流血 另外他會卡住輸尿管 令到他小便時會經常不舒服 還有安排不完 就會越穀越大 變了其實很影響他們的健康和生活 這樣也很影響 在治療方面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會分 如果輕微那些 就會叫做盆底肌運動 希望肌肉固定 就會托好一點點 子宮不要再掉下來 再可以做到的就是 有部份不是太想做手術 我們就會用子宮托 子宮托就類似做盆底肌的動作 承托子宮和膀胱 譬如說做手術 我們會怎樣去做 如果嚴重 它掉了出來 其實用子宮托的已經幫不了 或者女士覺得用了子宮托 會有些副作用 例如流血 很多分泌 他們都會選擇手術 手術屬於一個大手術 因為子宮其實在他們的年紀 已經沒有什麼需要 而它又多了出來 我們就會切除它 然後會將陰道分開 將膀胱弄固定 然後將陰道修好 然後托上肚子上 其實子宮下垂 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嗎 女士來說要保養 很重要的保養 要做盆底肌運動 保持盆底肌肉緊的程度 從生育嬰兒開始 其實它都需要做 特別是收經之後 它都保持著 如果可以的話 每天都要做 還有避免下垂力的動作 譬如搬重東西 蹲下 或者特別我們見到 一些老人家 要保護自己的孫 因為剛剛出生 很開心 整天照顧著 但是孫會越來越大 那一重 其實它用的力就會變多了 譬如有些情況 就是它抽完一兩個月 就突然間就會來看我們 就是有東西掉了出來 子宮下垂分級數 怎麼分 如果我們分 普通人分 其實很容易 要麼就在裡面 要麼就出來了 但是我們就會分它四級 一二三四 那麼我們有一個表 其實我們會對回 究竟那個旁角跌了多少 子宮 子宮頸跌了多少 或者那個直腸後壁那裡 跌了多少 這樣分 那麼我們會把它分 一二就叫輕微 三四就叫做做中 那麼一二的意思 就是子宮頸其實都中在陰道裡面 但是三四那些 就是整個子宮 四 就是最嚴重 就是整個子宮 掉了出來 如果三那些 就是子宮頸 掉了一點 那麼其實 會不會因為 起那裡有問題 那些女士難於啟齒 久病不醫 這個就會少一點 跟小便身禁的情況就不同 因為小便身禁 最多用片都可以 但是如果子宮下垂到嚴重 其實通常一兩個月 他一定會找醫生看 因為如果不是 他根本都出不了解 今天非常多謝秘尿苦科 專科醫生黃濤 跟我們講解 子宮下垂的知識 多謝你 多謝你 大英先生